哈喽,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老师今天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 好,我们说呀,人有悲欢离合,这些都是我们的情绪 我们该怎样用英语来表达呢? 好,现在呀,让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些小动物们的心情,他们的情绪和感受怎么样 第一个说,I feel happy,我要感觉很快乐 I will clap my hands,我要特别高兴,我要拍手 这个呢,I feel glad,我也感觉到很开心 We will laugh,我们感到开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哈哈大笑 好,我们再看,我们看这只小熊说 I feel worried, I will ask my father for help 他说呀,我感觉到很担忧,我要和我的父亲寻求帮助 这时候呢,这只小熊啊,可能是遇到难题了 他感觉自己,他感到很担忧 所以呢,他需要向父亲来寻求帮助 我们看这个小姑娘说,I feel sad,我感到很难过 感到难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哭,I will cry,我会哭 我们看这个,I feel upset, I will go home 他说呀,我感觉呀,焦躁不安,我呀,得回家了 好,我们看这只小熊 这只小熊的情绪是很开心的,高兴的 glad,glad表示自己很高兴 我们再看这小姑娘坐到这里,很难过 sad,sad表示很伤心,难过 我们再看这只小熊,worried,worried是焦虑的,担忧的 这个呢,happy,happy非常的开心 我们再看,这个呢,是焦躁不安,upset,upset表示焦躁不安的意思 好,同学们,跟老师一起看一下这些表情 它们都是代表着什么样的情绪呢? 我们看第一个,我们的小熊很高兴,glad 再看这一只小熊,它呀,很焦虑,担忧,worried 这个呢,很happy,yes,I'm happy,I feel happy 我感觉很开心 这个呢,是它焦虑不安,upset,upset表示自己焦虑不安 最后一个呀,感觉自己很难过,伤心,sad,I am sad,I feel sad 好,同学们,接着呀,跟老师一起看一下这些对话 从上面的句子选择来补全对话 第一个,how are you,lily,说 Ana问,lily,你怎么样啊,你看起来如何如何 然后B说,lily说,yes,I am excited 说,是的呀,我感觉很高兴 好,这里边是c,excited E-X-C-I-T-E-D Yes,I am excited 说明呢,A说,哎,你看起来很高兴啊 我们选择,你看起来很高兴 You look happy today 你今天看起来很高兴 然后lily说,是的,我今天呀,很高兴 说,我,I will go to the zoo 因为呀,因为它要去动物园 所以呢,lily看起来很开心 然后呢,A说,cool,哇,爽呆了 but I must stay at home and do lots of homework 但是呢,我呀,必须得待在家里做好多家庭作业呢 然后B说,哦,你今天看起来很难过 what's the matter,发生什么事情了呀 A说呀,I failed the English exam 说呀,我英语考试不及格 当然了,我的父母呀,非常生气 My parents are very angry 说,我的父母特别生气 然后lily说,I am sorry to hear that 哎呀,听到你这个消息呀,我很抱歉 然后A说,A就祝愿 Lily说,have a good time 表示,哎,过得愉快 去动物园玩得开心 Lily说,thank you 好,亲爱的同学们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对话 两个人在互相问对方的情绪 Lily呢,情绪很好 因为她要去动物园 然后B的情绪呢,然后A的情绪呢,很难过 因为她呀,英语考试不及格 好,亲爱的同学们 我 好,亲爱的同学们 跟老师一起总结一下 老师今天给大家讲的这几种表达我们的情绪和感受的单词 第一个,表示自己很难过是 sad 表示担忧的是 worried 表示开心,happy 高兴,glad 然后表示自己焦躁不安,upset 好,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掌握了这些词了吗 我们这节课跟大家讲到这里 下节课再继续吧 拜拜